马来西亚是中国的重要合作伙伴,该国在东盟国家里也有一定的发言权,同时与日本、美国等西方国家也维持了不错的关系,因此对这个国家,穆叔提醒各位还是要重视的。 昨天穆叔注意到,北市委马哈蒂尔接班人,但阿瓦尔接受了日媒采访,提到他很快会交流两国关系,此人很强悍,是传奇人物。 连老谋深算的中坛老手马哈蒂尔都曾一心丑闻为由其投入监狱,但如今却不得不与他结为盟友,可听阿瓦尔的能量之大。 毕竟马哈蒂尔已经93岁高龄,他此称一到二年内,就会把权力上渡给阿瓦尔。 所以,对这位足以影响马来西亚未来的强悍人物,也应该多留意。 穆叔前几天曾写过一篇分析他的文章,当时他刚大胜的议员席位,有兴趣可以点击观看。 那么接受日本经济新闻记者中野贵司采访时,阿瓦尔说了什么,怎么看待中坛关系? 穆叔与大家分析。 第一,对华态度积极,阿瓦尔表达对华友好的意愿确实很积极,因为距离他当选意愿重办政坛也不过,只有几天的时间而已。 这说明他对华关系的重视。 月美创,阿瓦尔计划本周与中方进行会谈,在采访中表示坚实将传达相关话题的看法。 穆叔了解到,他对华的态度,与马哈蒂尔类似,阿瓦尔特,中马要构筑基于相互尊重的良好关系。 他表示,马来西亚欢迎投资,也需要维护本国利益。 穆叔认为,阿瓦尔的这种看法贴近实际,是马来西亚政界的主流态度,也有利于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。 第二,对本地区军演态度温和,中国、泰国和马来西亚在本地区正在进行军事演习。 他博制了一些认为日眼不利地区的说法,趁不存在问题。 而针对美国等预外国家在本地区军事存在的相关指向,阿瓦尔认为,任何国家都不应采取他方面的立场。 在穆叔看来,马来西亚和中国军事演习,其实也是比较现实的一个考虑。 毕竟有益于缓和本地区局势,同时加强与中方军事交流的举措,对马来西亚显然也有好处。 第三,支持反对保护主义。 在日本媒体的采访中,阿瓦尔提到,包括马来西亚在内的16个国家正在谈判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。 如果在2018年年内达成实距性共识,这将成为抵抗保护主义的肯定性成果。 另一方面,关于参与跨太平洋经济合作协定,那11个国家提出的新协定PPP11,它表示需要对内容重新验证,显示出对最终通过还需要一段时间的预期。 RUCEP是以东盟十国为主体,加上中国、日本、韩国、印度、澳大利亚和新西兰,共计16个国家所构成的自由贸易协定。 穆书了解到,中国一直积极支持RUCEP的达成,认为这将对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有好处,而中方本来就是RUCEP的参加国,甚至被一些西方媒体认为是主导国。 更有西方媒体认为,RUCEP是与TPP竞争全球贸易主导权的协议。 至于TPP,这个已经被特朗普退出的组织。 最近日本等国希望恢复,马来西亚对此问题比较谨慎。 当然对中方也是有利的,R的这个表态。 说明马来西亚还是倾向于中国支持的RUCEP。 你如何看待这位马哈蒂尔的接班员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